明天即将要公布 到底这全球主要的央行要升几码了 在此之际 大家在想全球升徐循环 有机会结束了吗 如果有机会 钱会往哪里跑呢 好 为大家整理出来 目前三大的央行 包括了美国领准会 预计升息一码 升息之后利率水准来到了4.75% 欧央这是总裁拉加德 上一次就跟大家预告了 这次会升息两码 现在利率来到了3% 英国央行预估升息两码 利率来到了4% 期展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如果按照市场的预估这么一升 明天三大央行三个国家 大概利率带这个水准 接下来有机会再往上吗 可能预估的利率高点 各会落在哪一个尾阶呢 好 那我们分别从两个图来给大家看 一个是大家也比较常看到的 这个美国利率期货 去反推出来美国利率展望 好 那明天升息上来之后 可能就到4.5%到4.75% 但是呢 高点的目前预期 是在今年5月份 有个第二季左右 会最高来到4.91% 然后呢 这边大概维持在这里 他认为第四季就会降息了 然后到了2024年底 会降到3.125% 你说这个是美国的利率 对 所以所谓中端利率 就是4.91% 但这个端利率呢 就以利率期货来说 是稍微要保守一点 为什么呢 是因为联准会里面的成员们 他们的这个利率展望 认为他中值应该是5.1% 对 所以大概差了一个 接近就是一码的幅度 那到底是谁会对呢 多数情况下是联准会会对 那如果是联准会对的话 就表示他需要再上弯一点点 再下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元就有机会反攻一下 那可是这个时候 就是明天他会不会讲 如果明天不讲 会不会是在下一次会议 在三月份会议再讲 那这件事情呢 就会影响到美元 到底是先跳一点再下来 还是直接往下 对 所以这方面是 我们可以留意的 所以会后鲍尔的态度 他讲的话 有多因是攸关 到底这个角度多斗 以及美元是慢慢的上去 还是直接上去下来 对 没错 这一点是重要的 然后明天晚上会有欧洲央行的利率会议 那这个展望呢 请大家记得 这边这个3.5%呢 是他所谓的存款利率 因为这个是彭博社整理的啦 那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利率 稍微有点不同 那我们要这么说啊 他这个以存款利率来说 利率高点呢 会掉到是3.25% 但如果推到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利率 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预期会升到3码 那个利率来看 大概会是3.75% 然后因为我不方便去赶人家图 所以我告诉你 他大概会差的两码的幅度 好 那所以你往这边回推的话呢 一样他认为呢 利率高点会维持在3.75一阵子 到了接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在2014年 或者是20年中左右 大概是3月份或4月份 第二季左右 开始慢慢往下调 那一样到了2014年的年底 会掉到存款利率2.5% 那一样往上加 大概是他们的利率掉到3% 就是接下来大概会再升个3码左右 但是呢到2014年会全部下来 好 那这件事情 提高大家一件事就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美国利率之前升得虽然比较快 利率高点也会比较高 但是他接下来在整个未来的半年内 那开始转折继续是提高的 那未来一年后降息的速度 会明显的比欧洲央来的快 那他当然就会带来的变数 OK 我们先看 你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 在这边开始不动了 开始不动了 这个时间大概落在今年的五月 就是再两次会议左右 就是跟今天那个鹰派的官员 传输的时间点是一样的 如果真的美国欧元区都在五月 开始利率见顶了 接下来包括了美国高欧元区 市场可能会有什么的变化 好 第一个 那目前预测就是第二季可能会见顶 那我们刚刚说了 联准会他预期是5.1 甚至是有的别的官员会说更高 像刚刚说的鹰派官员认为可能他5.1差不多 但有的人说他会觉得是5.5 有的人觉得更高 所以呢 但是无论如何 目前都是稍微有点低过联准会 那你说低过联准会有可能是什么 他认为市场认为通膨有可能快速下滑 因为其实现在通膨 美国通膨下滑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比较乐观的预期 大概在今年年的大概七八月左右 通膨就压到四%以下 那当然是对于这个打通膨是蛮有效果的 那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出现大型衰退 所以他们才不需要把利率升到这么高 那如果出现大型 问题是什么 哪一个会提早到来 这是一个问题 那简单的说 如果是好的状况 是通膨提早顺利降温 那这样当然是有利于股市 因为我们担心高通膨的两件事情 是在于第一个消费力道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民众的消费力 东西变贵嘛 那民众这个消费力要提 没有办法提升 第二个是什么 企业获利也下来了 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赚到钱 售价算上来了 可是因为成本也上来了 可如果未来通膨涩液降温了 民众开始也愿意花钱 然后企业营收也增加 那其实有利股市往上涨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话题 第二个比较麻烦是 如果是大型衰退 因为现在的形势稍微有点不同了 你想想看往前算大概两个月 现在因为现在二个月 你看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其实多数的预测是 今年的年初上半年 其实欧美有可能面临 比较的严重的衰退 可是衰退看起来还没有来 所以IF开始有点转转话题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衰退了 给大家一点好消息 但如果要顺利的把 没有顺利把通膨压下来 可是你要它降息 当然是因为出了大事 那所以是大型的衰退到来 那如果是大型的衰退到来的话 那其实美元经验上会是一个短空 为什么 因为如果真的开始有衰退 那它要开始赶快降息 那当然美元从升息转降息 那人家没降 因为欧元区 我们刚刚看到央土 欧元利率会在高点一阵子 那可是美元已经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当然是什么 美元就会开始往下 但如果接下来是属于大型的危机到来了 然后美国它开始撒钱了 然后变成系统性风险 就像是比较明确的 像是2020年年初 这个疫情一爆发 那时候就是美元先下来 因为美国是率先降息啊等等的 后来发现不对啊 是这么大危机 结果系统性风险出来 股市重挫之后是美元冲上来 所以这有可能开始降息 有可能利率升不上去了 那好的话是通膨回温下来了 第二个是衰退到来 那我们目前不知道是哪一个 那也希望是通膨人顺利降温 但是你要利率快速降下来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用衰退的方式去逼利率下来 OK好 不过现在看到通膨的数据 好像已经不用用这么这个严厉的手段 来把整个的通膨打下来 目前有没有机会走这个路线 我认为是有的 那其实它也是比较高的几率 所以你看年初会官们 他其实开始谈话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狠啦 之前说我觉得需要衰退才会让通膨下来 可是现在通膨好像有点缓下来 所以大家比较安心一点 但明天还是包尔索的算了 看他有多一好 这是美国 那欧元又有什么样的理由 让他有可能在五月升息就到顶了呢 好 那事实上呢 例如维斯在高档一段时间 他理由其实是什么 表示说衰退的压力不会太大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原本都预期欧洲 例如说像是俄乌战争 那例如说像能源危机 那就会发现运气不错 其实老天爷给饭子 去年欧洲很惨 去年欧洲的上半年 首先遇到了气候问题 欧洲那边大干旱 然后遇到恶物危机 就经济不好 就到了去年年底 尤其到第四季 像是原本像 今年冬天 过年的时候 台湾也蛮冷的 然后北美也蛮冷的 欧洲还好 就欧洲因为很暖冬的关系 结果他们的能源需求 没那么大 所以你看欧洲那些天然气 价格跌很深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是 会在利率维持高点的原因 是因为衰退压力不大 那通膨压力也不会太快降温 因为在刚刚公布的这个欧元区的CPI 一月份的数据是年增率8.5% 你觉得8.5%好高啦 原本预估是9% 所以你看嘛 你就算从现在开始降温 8.5%那慢慢降下去 你到了今年年的第三季第四季 你觉得能够到四或五 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所以比方什么 通膨压力不会太快降温 所以他变成 这个时候 因为没有很大的衰退 所以我需要降息 所以利率可以维持在高档 那因为没有到通膨那么高 可是又慢下来 所以利率维持在高档不变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OK好 但是另外的同样 我们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的最坏打算是这样子 欧元区最坏的打算 欧元区最坏打算是衰退扩大 因为目前看大家比较担忧的是 是在欧洲还会持续升息的状况下 那其实股惠是会跟得受重闯 那这边的问题是在于 他们不像美国这边 他们的利率有这么好的调控 因为欧元区最大的麻烦 一直都是一个利率 但是有一大堆国家要用 所以当你升高的利率 那意大利那些比较糟糕 希腊那些比较糟糕的国家 他就撑不住 那所以他问题会从那边开始爆发 所以股惠市就会受到重闯 OK好 几率高吗 几率不太高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大概一两成左右而已 OK好 那再回到上一张字卡 如果有这些原因 都让美国跟欧元区的利率 有机会在今年五月已经到顶了 那又说最坏的状况 其实发生的几率 目前看起来不高 除非还会有一些 海天鹅灰心油等等 那按照这样的脚本下去的话 资金在全球会怎么跑 好 其实它已经开始慢慢跑起来 我们讲好的状况 就是通膨受控 那这时候什么 新兴亚洲跟日币会走强 为什么 因为你想嘛 出去因为通膨高 美国一直升息 那把一些资金吸走了 那这个状况如果停下来 是不是资金现在已经慢慢回来了 对 那如果是在于通膨受控 美国不升息 那利率没有再往上走 可是资金已经回亚洲 那当然亚洲这边表现经济会不错 所以呢 高利率已经让欧美经济成长力道是受限的 所以你想要有凑额利润 当然要去找什么 找还有成长力道的地方 那当然新兴亚洲 那甚至东西这些地方都是不错的 所以资金也不需要从新兴亚洲外逃 那为什么还把日币一起放进去 因为现在是讲说日本亚洲有可能从今年年中 大概是第二季末到第三季这段时间想要升息 所以如果你看欧美都不升 那换你日本升息 那是不是有机会去引导资金回流到日本去 所以这新兴亚洲包括 但是例如说像中国印度台湾 韩国其实还有东协 其实应该都会是在利率升不上去 那欧美没有明显衰退的时候的受益市场 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比较不好的 这出现意外就是经济衰退 那这边比较麻烦 这时候美元会是一个避典商品 台湾钱又回到美元 对 没错 因为经济衰退大家要求保本 但要求保本的时候 美元就是相对安全的商品 那尤其是如果经济衰退 一定是从欧美来的 因为中国目前慢慢解封 基本上不太会衰退 那台湾好像今天的展望不是很好 但你说的台湾竟然要衰退 机会上机会不高 所以要衰退就是欧美衰退 反正离我们比较远 好 那这个时候 像我们刚刚讲的 中印跟这些市场 它就变成国内维稳 国内稳 因为内需是OK的 可是问题是像台湾 市场那么小 其实台湾市场不小 只是我们的产业 比较集中在出口产业 那所以像第四季 就像我们讲 去年第四季就是因为外需不足 所以台湾的GDP还掉了下来 那如果这个时候 欧美的外需还是不足 那你可能就是什么 靠中印东协 那可能难度有在 那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 是比较难的 我觉得稳还可以 但你说要很大的成长 就会那么太可能 那所以这时候 美元还是有避险话题支撑 尤其是如果欧美衰退 股市下跌 那资金大概还是会撤退 那这时候台湾可能表现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资金还是会往美元去走 OK 好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第一段的相呼应 再接下来美元就算扁的话 力道不会太深 再加上现在它的利率相对的比较高 所以相对的一些投资商品的话 短期至少在今年 还是会成为市场的当宏大炸子机 OK 好 谢谢齐展 请先回座了 所以明天 当然除了市场预期 如果我们所预测的 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 在欧元区 在英国升息两码 但重点是报会后的谈话 那重点是大家会去推敲 真的如同今天大家市场所预期的 到了五月中旬 欧元区以及美国 大概升息就已经见顶了吗 如果真的有机会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通膨顺利降下来了 那就有利于股市了 欧元区通膨压力 虽然不会太快的降温 但是相对的利率 会维持很大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最后的状况在于这里 好 如果最后的状况是这样 下一张 起展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了 最好的情形在这里 股市会相当的不错 最差的状况在这里 如果欧美需求下滑 中印 东协 国内需要稳住 这市场如果不够的话 恐怕就会受冲击 如果往最好的方向 资金有机会 流到新兴亚洲 中国啦 印度啦 台湾啦 南韩啦 东协以及日元都有机会 好 所以资产的配置 大家回去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了 听众给您做参考 好 今天压轴好戏要告诉您 明天可能要见真章了 到底这鲍尔的昙花 会怎么主导市场呢 但是玉衡告诉我说 台股的下一步怎么走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来自于旗指结算 K这底头藏了哪一些关键密码 旗指怎么样变多空 休息一下 今天压轴好戏我们交给宇恒 今天压轴好戏我们交给宇恒